西南國中這次在FL的競賽 能夠在全國脫穎而出示我們發展機器人教育以來 第一年有機會到美國去 以往這個比賽到美國去只有全國第一名可以到 那我想在要克服的問題有非常多 像尤其要到美國去要克服上用英語去表達主題研究的一個困難 那在這個短短的四個多禮拜裡面 學生他們克服了英語學習的困難 然後而且在他們這個主題研究比較專業的情況之下 而且可以來跟外國人侃侃而談 那在機器人任務上除了在城市語言上面要有優秀的表現之外 在現場的一個抗壓性也要夠強 所以在這兩個因素統統具備之下 我們這次拿到了一個機器人表現的世界第二名 那這是在西南國中這邊推展這個城市教育 跟機器人教育以來一個最好的一個成績 那也是這個偏向學校一個發展的特色 目前希望這個特色能夠有所延續 能夠讓這孩子不管在這個世界觀 還有就是說在未來的神學上 還有他們自己本身人生的設定跟信心上都很大的突破 那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具有感恩的心 感謝這一路上然後這些師長們跟所有幫助他們的人 那他們也懂得做回饋 我想在人格上的一個培育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和結果 那這個成績當然是給他們一個很大的一個回饋 就是說在他們人生的歷程上 在西南國中這樣偏向資源比較不足的情況之下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那這樣他們成長的歷程上 希望他們也能夠記得西南國中充滿對他們的栽培